新年来临之际,菲律宾传来好消息。 据环球网12月29日报道称,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加奈表示,已经指示国防部律师审查菲律宾与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,如果审查结果显示,该条约与菲律宾的国家利益不再相关,就有可能废除该条约。 独自尔特政府突然打出的决计重拳,令美国处不及防。 对于菲律宾防长的此番言论,美国方面立马召集了,当日赶紧回应称,美国对同盟的承诺是绝对的,牢不可破的,仍然相信美国与菲律宾之间强大而稳固的安全同盟关系。 美国的实力,不仅体现在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上,也体现在其全球范围内的广泛盟友身上,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类似于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联盟,一旦菲律宾飞出该条约,就意味着嫌疏与美国的联盟关系。 菲律宾的这一举措,无疑是推到了这串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牌,将对美国的印太战略遭到重创。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,签订于1951年,有下期无限,冷战铁木是非美共同防御条约产生的十大温床条,月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就是,如果菲律宾受到攻击,美国会提供保护,该条约的签订是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。 但是,冷战已经结束,菲律宾已不再面临被攻击甚至占领的风险。 60多年前,已经对假想敌财生肖的共同防御,已经时过境迁,不合时宜。 冷战结束苏联解起,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根本的变化。 在美国的利益与其自身的利益产生严重的冲突的背景下,是否要继续绑在美国战策之上,为美国优先服务? 这个答案对于菲律宾来说,已经越来越清晰,或许对于如今菲律宾来说,被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意义,这是美国控制的一种象征。 自从独特尔克上台以来,菲律宾不再愿意充当美国其子,而是将此生的长远利益放在了第一位,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,与周边国家关系得到实质性改善。 相反,美菲之间的利益的冲突,则直接演变为了公开的逆反,双方之间的军事盟友关系,早已成为了苏联花般的友谊,中非军事合作关系一路下坡,菲律宾要求下车的想法, 就已经出见端倪。 今年1月,菲律宾总统佛发言人就表示,美国人来南海闹腾,是为了你们美国自己的利益,与菲律宾无关,也别把菲律宾卷入到争端中去,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,都无法煽动南海冲突。 3月22日报道,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公开表示,菲律宾不会再加入美国的战争和远征,美军方多次提出, 要重新建筑菲律宾基地,但是遭到了菲帮的断然拒绝。 除此之外,菲律宾也开始有意削减,从美国购买武器代药的数量,转而开始更多的从俄中两国引进装备。 而早在2016年10月16日,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,美国和菲律宾早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已经扩时,如果发生战争,他不认为美国会为菲律宾做出牺牲,他也不会允许菲律宾与美国一起在南海巡航。 同时他明确表示,不排除要求美国从菲律宾撤决的可能性。 现在,菲国防部长的宣言,可以说是将这个态度落到了实处。 被美共同防御条约,如果被废除,不但意味着菲律宾对美国的军事依赖,或者说,美国对菲律宾的控制的结束,更意味着,美国将彻底失去这一亚太地区的桥头堡。 而特朗普鼓吹的印太战略,也会出现重大漏洞,美国能不着急吗?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指老虎,菲律宾再次以实际行动,为美国上了一堂生动的课,也给美国的其他盟友带了一个好头,离开了美国,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可怕,说不定还会变得更好。 当然,这对中国来说,无疑是个道理好。 如果杜特尔特真下决心废了这个条约,那意味着,美国将失去在南海地区导致的最重要抓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爱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